蜀倒是年长者致命的因素 容易造成头部损伤、手腕、 宽关节、胸骨骨质疏松骨折等 此影片将介绍常见年长者的八个习惯 防止蜀倒与怒损 1.不要站着穿腹脂 站着穿腹脂容易蜀倒 应坐着穿腹脂 减少蜀倒风险 2.用错误的搬运姿势容易流伤腰椎 应用正确的搬运姿势达到安全搬运 3.不要急速起床 急速起床影响血压及平衡 容易头云导致蜀倒 应用正确方法慢慢起床 以减少蜀倒风险 4.不要经常上下楼梯 经常上下楼梯室关节容易退化 应多行走平路 步行运动促进健康 5.不要扭腰 此动作容易双腰 应选择合适的锻炼 如太极等温和运动 6.不要削裂拉筋 此动作容易双腰 应做温和运动 如脱手操活动上肢关节 7.不要做半吨或全吨动作 此动作容易伤害失贯软骨及半月板 应做微吨动作 锻炼失贯肌力与四头肌 8.很多人会扭颈去舒缓颈紧薄痛 周而复始造成一种坏习惯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磨损软骨 导致生骨刺 颈紧薄痛 即是颈椎病 需要用颈托固定牵引颈部 使其静止休养 便会自然康复 总结 良好的习惯能延连益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